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 所以就是那个局长Bob跟我们讲说 就是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而不是在这里玩乐 我们再回去一次不要浪费时间 使用你的脑细胞 所以这个没脑袋的家伙 对 你们这群没脑袋的家伙 用不用你的脑袋 他说你的排名将取决于你的表现 是啊 大家一开始就讲了 所以那个排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要认真的 认真的参加什么考试 未来的表现之类的 他说 原本的T9 T9是什么啊 他说留下原地的T9 你可能看我要借我看一下 留下原来的T9 然后 他说把那个T9留在原地啊 然后并重置其他的元素 包含废弃的卡物品 生命值等等 然后我们的出发地的初始值 就是为 重读一次F跟G卡 然后按照ROLA的指示 来化险为一 所以F卡跟G卡是哪里啊 应该是一开始的那个 F卡跟G卡就还是Darun啊 哦 就是这样 对好那 可是他有说 我看一下T9是什么东西 这个图案呢 Leave the item 他说留下有这个图案的东东在原地啊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地图会在 就表示因为我们刚刚探索过了 对他这个叫 我刚刚有解释过 这个符号叫做那个 那个 那个时空 就是我们的 时空局的符号 时空局的标记物品 就这个东西会在 所以把有这个符号的物品 通通留在厂上 嗯 那我们现在厂上看一下 唯一有的物品就是地图 地图 地图 对地图 这地图 几个地图都是有那个 嗯 对 所以我怎么觉得这封信里面 好像没有很大的重点 所以 刚刚不应该搜刮他身上的东西就对了 可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 动作还是机座 原本还剩 一会儿走过去就到了 好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们等一下如果 reset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流程 reset没有 按照他说法的话就是 这张不是 这张不是要拿掉 嗯 所以医生的那个秘密通道 要再破一次 不用 因为有这个在 欸没有耶这个不用耶 没有啊 没有耶 要再破一次 对啊 所以唯一能够留 这个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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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在 这两张在 嗯 两张在 所以一个就是医生的房间 一个就是逃走的地方 对 这两张在 然后其他的就 没有 你还是要继续探索温室吗 等一下 你过不去啊 就是 从头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流程 不是要再跑一次 看温室有那个符号 我们还没拿到那个符号 可以直接杀去 打那医生 然后再直接过去啊 可是我们会需要前面的一些东西啊 还有二十四号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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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不得了耶 怎么那么多 二十一号钥匙拿到 就会拿到这个标记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 假设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别的地方吧 先去找 先去没有去过的地方 把那个粉红色标记找出来 粉红色标记 对 你不是说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的钥匙 拿到才可以拿到这个标记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要先去别的地方 找二十一号钥匙 有没有可能在寝室的隔壁那个房间呢 其实是这个吗 对 但是我是怕去那边搜索 可能又要花掉很多时间 没有一定要 没有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要来这个地方的话 就只要打倒医生 然后走地下道就过来了 但是前提是 我们要先拿到钥匙二十四 就是那个白面男会给你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那中间这封信可以不用拿 这个也 这个信是那个护士给他的 那护士会告诉我们 那个逃走的通道 那逃走通道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跟那个护士讲 不需要接受他的那个诱惑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得去寝室拿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之后应该会用得到 这一张是在哪里拿到 是在地道吗 可是地道就直接解地图就出来了 那所以这张是在哪里拿到 我记得是在我们 我记得是在我们 刚刚吧 刚刚 某一个地方拿到的 我们出来之后 出来之后拿到的 喔医生啊 出来之前拿到 出来之前 出地洞之前拿到的 还没有进地洞 还没有进地洞之前 好 进地洞就直接是地图啦 就直接解完就出来了 嗯 欸是解完地图的时候 会同时拿到东西吗 喔对 那个是解完地道的时候拿到的啦 所以我那时候才说 他跟医生房间里面 挂的照片上面的符号 是一样的 不是啊 你看到的是5不是2 2是后来才看到 对我那些是说 5是在寝室的柜子里拿到 9跟17啊 然后2是 这是解什么出来的 就是这个啊 地图 地图解完拿到的 所以我们至少要拿到这个 所以至少要去寝室 我们在地道的门口 剪到了另外一片 就是我们在地 那个2是在我们地道 就是地道解完 一出来就拿到的 对在地上 在那边剪到的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 如果重置的话 我们首先去医务室 找那个护士 大厅里面 跟那个白面男讲完话 然后 就去那个医务室 找那个护士拿东西 因为护士会给你东西 跟护士讲完 我们去寝室 开柜子 开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找医生 然后把医生干掉 然后去地道 开那个门 开那个地图 那如果中间时间够的话 看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厨房 或者是寝室旁边的房间 挖挖看 能不能够挖到什么东西 她说那边是逃生口 如果 逃生口应该是最后再去看吧 我觉得逃生口应该要最后再去 因为既然是逃生口的话 但是有可能护士是骗人的啊 搞不好护士以为那边是逃生口 可是其实那边不是逃生口 只是她看到那边有个洞 那搞不好那个洞是他们医生藏 藏什么东西的地方 因为医生 因为她那边搞不好是个 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嘛 她有个密道嘛 然后 在 那个 那边的那个密道 她maybe不是逃生口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藏匿地点 但是说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 除非我们拿到21号钥匙 我们再回来 如果没有拿到21号钥匙 就先不要过来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去温室啊 我觉得那个温室 搞不好就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啊 OK好 那maybe 我们先把可以走的东西先走完 因为到温室你要四次嘛 要不然就直接省略那个护士 因为既然那个密道我们 因为那个密道的地图会留着 那护士她其实就是给我们一封信 还有什么嘛 没有 几个方法 一个就是我们就直接 就等一下第二次来 我们就直接上去砍 打医生 反正医生在那边 可是打了医生之后我们就回不来了欸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走 温室就只能这样 嗯 就是我们先把温室的这个情况 跑完了 可是温室 因为我在想说温室中间还有一个 密道 嗯 对 可是她需要21号钥匙 对啊 21号钥匙 假如说她不是后面才会拿到 是前面会拿到的话 那我们就是剩厨房跟寝室旁边那个房间 没有去过啊 我其实你不知道21号钥匙躺在哪里啊 就得可能那两个房间 得去挖一下看看之类的 麻烦我自己都 我今天看一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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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等一下走那边好了 OK好收 那个物品先给我 我们先把物品给 给归类 好想玩玩啊 但你这样就算玩完了 不是啦 我就很想知道她的谜题到底是什么 一般情况要破3到40次 所以没那么快 3 4 2 2